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消防车赶到现场 车上的消防员赶紧下车灭火 医护人员赶着将伤患开上救护车 请问可以接受我们开车吗 可以 火势很快被控制 这个火在现场 怎么每个专业工作人员 都好像缩小了 哦 原来就是小朋友的职业敌业仪 在酷热的暑假参加一场 回到未来大冒险 一起跳起来 在职业体验营里 他们可以任意选择想要参加的项目 除了刚刚看到的消防员 救护员 记者 还有多达七十几种职业可以选择哦 只用最受欢迎的职业体验是什么呢 猜猜看吧 欢迎大家 安全带举高高给客人看 安全带在哪 在哪里 好 示范给客人看怎么扣起来 接着示范如何打开 下面完 完成了 接着为您示范我们的救生衣 好 首先先将头套入圆洞中 接着将环带绕过背后 环扣在前方扣起 接着手轻拉下方的红色锤片 救生衣就会自动冲气 若没有冲气也不用紧张 在救生衣的左右两侧 附有红色吹管 首先将吹管取出 好的 准备冲气 一 二 三 四 示范完毕 掌声 小妹妹都很厉害 有时间期间 这个空服招备了 小小空服员有模有样 示范飞机上的救生衣教学 认真的表情 一点都不输给真正的空服员 就是说要转一圈 进来 好 转一圈 这里的职业抱了外相 除了光鲜亮丽的空服员之外 还有很多实际的工作体验 猜猜这对小兄弟 接下来要到哪里去上班 这里有人好 那我们进来下一关 这边要开火 往右转 开火 然后放掉 冷亮了才能放 对 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关 下一关呢 是这个 立乐包包装区 我们来转三圈 做出三个立乐包 来转 做出三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OK 三个 这里的职业体验 不是要让小朋友玩得开心 大人在旁边拍照而已 在这里也能够学到平常食手 不会教的知识 一二三 欢迎光丽 小蜜蜜哦 这是给爸爸妈妈的小小福利 小朋友们牵着客人的手 带着他们的贵客 找个位置坐 换好毛巾 小小方疗师 上工咯 上工咯 请问你到哪里吗 加油哦 蛮可怕的 你们要睡着哦 好 好 那我们换捏法 捏捏捏捏 捏捏捏捏 再一次哦 又按 往下压 看着妈妈们幸福的表情 孩子也可以感受到工作的成就感 什么是保全哦 注意看哦 什么是保全呢 保全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哦 那保全呢 它是有经过训练的 要不要经过训练 要 要 因为我们要保护东西 对不对 他们会用厉害的高科技来保护东西哦 什么是高科技 什么是高科技 请问一下电脑是不是高科技 是啊 是吗 高科技 是 手机 手机 对 像这种电子器材都是高科技哦 我们利用这些高科技来保护东西 这些知识 对于孩子们来说 就是生活中的实用小智慧 好 今天我们是消防队 因为发生活在 途上的消防队员去帮忙灭 那为什么发现了灵状 你们知道吗 电线轴火 火火不对 电线轴火 爆炸 哇 你放季光瓦 甚至爆炸 对不对 都可能 炸炸 所以在使用有关电 还有火的东西都要非常小心 对不对 那万一不小心真的发生火灾 诶 一个动作 先做什么事情 先打一九 打一九 你要先打一九 那打一九的时候 你要跟一九的人说 发生火灾了 他刚刚讲在什么地方 一九 对台湾要打一九 你刚刚讲说发生火灾 在什么地方 他才能讲他在什么车 消防车 情境式的学习体验 吸引了很多家长 带着小孩来这里上班 我们是从三岗过来的 从网络上面看到 比较消防人员的地方 然后最开心应该是 做那个消防车的时候 对 然后就去那边教育 体验一下消防人员的职业的生活 其实我们真正想要传达的一个理念 就是一些非常正面的一个价值观 那小朋友在这里面 因为我们有一些金流的机制 就是你要怎么样收获先要付出 那就是要努力工作才会有收入 所以我们里面呢 你来上班 我们就会给你这个 完成工作之后 我会有babybox 那你领到babybox之后呢 你可以除在我们的这个 ATM的我们的这个提款机 然后呢 也可以除在我们的银行里面 所以让小朋友知道就是说 你工作之后 你所得的薪水 你要怎么分配 要怎么运用 要储蓄 然后呢 那你要去消费 譬如说我们里面有百货公司 那可以运用这些babybox 去兑换你所想要的 所以要怎么收获 要先付出的这种概念呢 希望呢 传达给新一代的这些小朋友 希望他们理解 这个 我们在现实的这个城市里面 我们的成人的世界里面 工作是辛苦的 但是呢 他工作的甘苦谈 好 让他理解就是说 要怎么收获 也要先付出这样子 谢谢光临 好 七水 拜拜 职业体验游戏 让小朋友在玩乐中学习 同时也在上班的过程中 体验到付出劳力之后 获得的果实会更加甜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